我觉得就是久坐的办公室经常看电脑 看手机或者经常开车的人 他们的颈椎和腰椎的话 一般都容易出问题 所以就是这些工作的人 他们颈椎如果觉得疲劳的时候 应该做一些就是不规则的运动 而不是长时间一个姿势前倾的运动 不规则运动就包括像后面旋转 以及做米字槽 还有双肩向后方的舒展 这些动作都可以 晃脖子这事我一直记着 怎么办晃过来了 咱做米字槽是不是也有一个流程 米字槽的话主要指的是向两侧 两侧这个转以及向后方转 向后方后伸 能伸多远就伸多远吗 对 然后是不是不要一次性的 属于慢慢的那种 这个无所谓 这个无所谓 其实对颈椎比较好的运动 就是我们在门嘴经常推荐的 就是比如说经常打一些排球 篮球 羽毛球 或者是放风筝 这些你经常头部需要向上看的运动 都是对颈椎好的 或者是叫人给个上钩拳 也是